嗨 亲爱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熊宝宝 一个故事 前妻被秘密计划勒了她的脖子 来自一个男士 小刚 那么我也很久很久没有坐在这里给大家讲故事了 我的邮箱里面有好几个故事 而这几个故事 这次朋友们都是通过邮箱给我发过来的 特别是小刚的故事 你是以信件的方式选过来给我的 那么我肯定也阅读了你这封信 你这封信有点长 而且也比较感人 但是我也是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 把你的语言变成我的语言 然后哪些话该说 哪些话不该说 我才能把你这个故事给讲出来 所以呢 这个故事啊 拖了时间稍微长一点 希望能够得到你的原谅 小刚说 没有一对夫妻从结婚就想着要离婚的 当夫妻走到尽头 那肯定是双方都出现了问题 而夫妻之间呢 又没有相互理解 相互舍己的来拯救这个婚姻 所以才导致最后婚姻走上尽头 小刚说 因为她呢 也是出生在这种非常传统的家庭 也受非常传统的教义 所以她从来呢 都没有想过要离婚 在美国 一般离婚的话 受益的都是女方 比如说 你放大孩子 拿到更多的钱 或者说因为带孩子 有可能会分到房子 但是在小刚这里的话 恰恰是相反的 她呢 带孩子 留下了所有的钱 分到了房子 那么具体 小刚和她的老婆又发生了什么 最后他们才会走到这一步呢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 就请你花上你非常非常宝贵的时间 陪我一起听完小刚和她的前妻的故事 小刚说 她的父母呢 一九七几年的时候 因为中叶战争呢 就从越南逃到了香港 然后呢 又从香港以难民的方式移民到了美国 所以小刚呢 是在美国出生的 所以她受的是美国的教育 也是在美国长大 但是呢 她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中国男人 而她的老婆紫薇呢 她们一家是九十年代 刚刚从中国大陆移民到美国的 紫薇呢 是属于那种长得非常静美 非常可爱的女孩 她和紫薇认识之后呢 她们很快就坠入爱河 而且呢 很快就结婚了 结婚以后的紫薇啊 基本上不会干什么家务活 连她自己生出来的孩子啊 她都不想换尿片 她总是很会撒娇的跟小刚说 小刚啊 我一看见那个孩子的屎巴巴 我就恶心 想吐 吃不下饭 反正这些孩子啊 都是你的孩子 都是跟你信的 尿片 你来换 那小刚呢 也无所谓 因为从小 她的妈妈都是教育她说 家务活不是女人的事情 一个真正的男人 要学会和女人一起承担家务 所以小刚呢 是很会干家务的 她们呢 生的有三个儿子 所以三个儿子从小啊 都是小刚待长大的 而对于紫薇不太会干家务活 不太愿意领孩子这个事情 小刚呢 也觉得无所谓 因为她爱紫薇嘛 她只想要紫薇啊 每天都开开心心 飘飘亮亮的就好了 那小刚呢 从小是在美国长大 受的是美国的教育 大学三年专科毕业之后呢 就很简单的找到了一份 在机场做安解人业的工作 这一做呢 就做了十几年 而她的老婆呢 生完三个孩子之后呢 她也觉得自己写得非常无聊 没事 紫薇呢 就在他们家附近的一家美甲店 找到了工作 那时候呢 紫薇每天回到家里啊 都会从她的钱包里面 拿出一大包的钱 在桌子上数 小刚说 十年前啊 她的工作 每个小时就是13块钱 她的老婆在每家店工作 每个小时只有5块钱 但是她的老婆每天都有不少的消费 每天她的老婆回到家之后呢 都会从她的钱包里面 拿出一把零钱 在桌子上数来数去的 然后呢 经常都是七八十块钱到一百块钱 那十年前的一百块钱呢 确实是非常多的了 有时候呢 她就会圆扬得意的 对小刚说 小刚啊 你别看你的收入比我高 13块钱一个小时的 但是你看一下我的小费 虽然我的工资定价嘛 比你的低 但是你看一下我的小费 一天的小费都比你一天的工资高 那小刚呢 也挺开心的 他就说 挣到那么多钱 那就好好存着吧 那孩子们都慢慢长大了 要花钱的地方可多了 可是紫薇说 你在打我的钱的主意啊 你别做梦吧 你要搞清楚啊 男人是养家的 这个家的所有的费用肯定是你出的 我挣的钱啊 都不够我买衣服和包 所以紫薇的衣柜里面呢 衣服啊 总是特别的多 好几次她在挂衣服的时候 她那根挂衣服的杠杠都掉下来了 每次都是小刚 要帮她给修好了 不仅是如此啊 她的包啊 不知道有几十个 官室几千块钱的包 就有十几个 所以紫薇的钱从来都不用在家庭上面 所以小刚一直认为紫薇最爱的人是她自己 她从来都不会亏待她自己 但是小刚也无所谓啊 她老婆想买多少衣服 也不管她老婆买多少个包 不要她买就可以了 一家人只要开开心心 幸幸福福的在一起 就是最大的幸福 但是呢 谁也没有想到 他们的婚姻在维持了15年之后呢 就散了 而婚姻早散的原因呢 是因为钱 小刚说 古话不是说的 夫妻就是同龄鸟 但那龄头各非各 都说夫妻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 可是很多夫妻的话呢 只能在很贫困的时候 努力的在一起努力 只要有一番发财了 有钱了 那他们夫妻之间的幸福生活 就不一定存在了 很可能因为钱 而夫妻分道扬表 小刚说 小刚的妈妈呢 生得有小刚的姐姐 小刚 还有她的哥哥 他们兄妹三个人 而她和她的哥哥呢 就在她的母亲啊 非常健康的时候呢 买了一份人寿保险 这一份她妈妈的人寿保险呢 有15万美元 那么就在三年前啊 小刚的妈妈就突然病死了 办了她妈妈的赞礼后事以后呢 还剩下12万块钱 那这12万块钱的话呢 他们就给了她姐姐2万 因为这保险啊 一直是她和她哥哥出的 所以她和她的哥哥呢 每人就分了5万块钱 她拿到这5万块钱的支票之后呢 她就到银行给她兑现 变成现金 然后呢 放在家里面的保险柜里面 而且呢 她还设了密码 她设了密码之后呢 她就不想让她的老婆知道 她说 当他们的婚姻走向破裂的时候呢 她也知道自己是有错的 但是她说 没有人了解她 也没有人了解她的老婆 因为她知道她的老婆啊 或是见不得手上有钱 或者见不得小刚她手上有钱的 她的老婆呢 一直是个非常漂亮 非常爱美的女人 而且呢 她也是一个愿观族 只要她手上有钱的话 她是不可能留下一分的 所以小刚觉得 这个钱呢 是她妈妈用命换来的 她不想随便 就让她的老婆 把这个钱给花掉了 但是呢 就像她所担心的一样 有一天呢 她的老婆就跟她说 小刚 你看做完你妈的后事 你不是还剩下五万块钱吗 我那辆车呢 已经开了七八年了 已经很久了 我呢 不想开我那辆车了 我想换一辆新车 要不 你把那五万块钱拿出来啊 咱们买一辆好车 开着 小刚当时呢 就跟她的老婆紫薇说 紫薇啊 你怎么会这么想啊 我呢 不像你这么想 你看啊 那这个钱呢 是我的妈妈用命换来的钱 我不想把她拿来啊 就买车 或者买奢侈品什么的 我呢 是这么想的 咱们三个儿子啊 现在大的呢 已经十二岁了 小的呢 也七岁了 他们呢 慢慢长大了 我想留着这个钱 比如说 他们要上什么 私立初中啊 私立高中啊 这时候需要钱的时候呢 我再把这个钱拿出来 用在他们的身上 我是不想把这个钱 就这样子花关掉的 那她的老婆紫薇呢 就因为这个事情啊 和她闹得特别不开心 她觉得她老公 平时的收入就非常的低 只够开销家里面的费用 那现在她老公手上 不是有一笔钱了吗 还舍不得把这笔钱 拿出来给她换辆车 那他们就因此呢 闹得非常的不开心 她的老婆还说 那你既然舍不得让我买车 那你为什么不存到银行里面 我们的共同账户里面去 这样子的话也有利息啊 你放在家里面 万一被小偷偷掉怎么办 那小刚就说 我觉得这个现金啊 放在家里面 我觉得更安全 再说了 咱们的保险贵这么大 还有密码 就是小偷来了 小偷也偷不到钱 密码箱呢 她也抱不走 那紫薇呢 就说 你不放银行 放家里也可以 可是咱们是夫妻啊 你总要让我知道密码吧 那小刚就说 紫薇啊 我不是说不让你知道 因为我们做夫妻那么多年 我太了解你了 你这个人的话 有钱就是花光光的 我之前都不是跟你讲过了嘛 这个钱留着干嘛 从那以后呢 紫薇就特别的不开心 他呢 就经常和他的妈妈打电话 小刚能够感觉到 他在抱怨关于这个钱 关于这个密码 不让他知道的事情 慢慢的呢 他的老婆紫薇啊 就经常跑到他的妈妈家去吃饭 从午饭吃到晚饭 家也不回 很长一段时间 都是小刚 下班之后呢 再回家做饭给三个孩子吃 有一天呢 他就打电话给他的老婆 他说紫薇啊 您知道你是有家的 你是有老公 有孩子的 我知道你只是去丈母娘家 但是呢 你也不可能 天天去 连家都不回的呀 那紫薇呢 就跟他说 你还知道我们是夫妻啊 我觉得我们现在呢 都不像夫妻了 你有钱 你锁在密码箱里面 你连密码都不让我知道 你呢 就抱着你的钱 抱着你的密码箱 和你一起过日子吧 我是不想和你过了 小刚一直等他的老婆回家 可是呢 从那一次电话以后啊 三天 他的老婆都不回家 于是呢 有一个周末啊 小刚就带着三个孩子 去到了丈母娘家 去求他的老婆回家 想请求他的丈母娘 说一下他的老婆 让他的老婆回家 没想到他的丈母娘 和他的老婆紫薇啊 是站在一条线的 他的丈母娘说 小刚啊 你们之间所有的一切事情呢 这个紫薇都跟我讲了 我觉得夫妻这样子相处 是没办法相处的 既然紫薇她说 她不想要你了 我也没办法劝她 而且我作为妈妈的话 我也觉得 这样的婚姻 不要也罢了 不只是小刚气球啊 小刚还叫着他的哥哥 他的姐姐 一起气球他的老婆 他的老婆都不回来 所以后来呢 他们就正儿八戒的分居了 所以他的老婆呢 就到法业起诉 说他们婚姻不合 他们性格不合 所以要离婚 而且小刚呢 也感觉他的老婆 特别着急的要离婚 他的老婆呢 就跟他说 孩子呢 都是跟你性 而且他们呢 都是儿子 儿子我要带走的话 以后他们长大了 他们也会来找你 所以孩子呢 他一个都不要 钱呢 他也不要了 而这大房子呢 他们只是收付了 30%的钱 付了那么多年呢 也没付清楚 所以房子呢 他也不和小刚分了 但是呢 他只求小刚一件事情 就是不要问他 要什么 就是这个孩子的生活费 你知道在美国的话 孩子没有满18岁 夫妻之间 要共同承担 这个生活费的 离婚了 不带孩子的一方 肯定要付这个孩子的 Chelsea Paul 那小刚呢 就想离就离了 因为他的老婆呢 也不想跟他过了 而且这么多年 他也知道 他的老婆呢 不是特别的爱 这几个孩子 也不是特别的爱 这个家 他既然说 不要房子 不要钱 也不要孩子 那他就走吧 那这时候 小刚的工资呢 已经到15块钱 一个小时左右了 这时候 就算是他一个人的收入嘛 他也能养活三个孩子 养活他自己 而且呢 付这个房子的房贷 他就跟他的老婆说 你不给孩子生活费 不要房子 不要钱 但是呢 空口无凭 我们呢 必须找一位律师啊 在律师面前 写下这个公证 然后呢 你签上字 小刚想想 既然他的老婆 不给生活费 也无所谓了 因为他太了解 他的老婆 他太知道 他的性格脾气了 就算是他 问他老婆 要这三个孩子的生活费 他老婆 愿意给的时候 肯定会给 不愿意给的时候 你拿他也没办法呀 而那时候的子薇呢 已经找了一个男朋友了 这男朋友呢 是个白人小伙子 那因为子薇已经有男朋友嘛 所以他着急要离婚 于是呢 他们就这样子 很愉快地分开了 小刚说 在和他的老婆子薇 分开以后的半年 他觉得太舒服了 太平静了 因为一直以来 他的老婆在家里面 也是不干家务活的 而且呢 对孩子们也不是特别好 在家里面呢 总是叽叽喳喳的 这不满意 那不满意的 所以呢 他一直都觉得 自己非常的清静 没想到半年以后 他的老婆呢 就经常给孩子们打电话 因为他们最小的孩子呢 七岁 中间的呢 九岁 大的孩子呢 十二岁 所以子薇呢 就经常和小儿子打电话 而且聊的呢 时间比较长 好像也比较的严肃 所以有一天呢 小刚就问他的小儿子 他说 儿子 你经常和妈妈聊天 你们在聊些什么 妈妈跟你讲什么 妈妈现在结婚了吗 他的小儿子呢 因为只有七岁多嘛 所以呢就说 妈妈问我 你对我好不好 你对我们好不好 你骂不骂我们 打不打我们 你没有找后妈 妈妈说啊 如果你对我们不好 打我们 骂我们的话呢 让我们一定要报警 或者说 告诉妈妈妈 让妈妈来保护我们 那小刚呢 立马就感觉到 子薇啊 想回来和他分孩子 他给孩子出的这些主意呢 就是想让孩子 有一天和他说 啊 爸爸哪里对我不好 然后呢 他才有 他才有借口 上法院去告 小刚对孩子不好 所以呢 他想要回来分孩子 一是呢 小刚就跟子薇打了个电话 他说 子薇啊 你到底想干嘛 你自己说的不要孩子 不要钱 也不要房子的 而且呢 你也不付孩子的 一分生活费的 现在你要来这样子 给孩子出主意 我觉得你是不是 做得太过分了 这时候呢 子薇的态度就变了 他就说 小刚啊 这些孩子呢 都是我怀胎 十个月才生出来的 谁说我不爱的 谁说我不要的 我肯定爱孩子 我也要孩子 而且当时 是因为你经济 和我分的太清楚 藏着钱 不让我知道密码 我很生气 我就想很快的离开你 但是现在的我啊 成熟了 我长大了 我后悔了 我觉得你那些钱啊 应该是我们夫妻的 共同财产 你应该分我两万五 对吧 还有啊 这个孩子啊 我是他们的妈妈 我有权利和他们通电话 我也有权利知道 你对他们好不好 还有一点 我们的房子啊 付了那么多年的房贷 这些钱 虽然都是你付的 但是 我们那时候是夫妻啊 这些都是我们的共同财产 我呢 也不想跟你分什么房子 但是呢 这五万块钱 你应该分我两万五 你如果分了两万五给我之后呢 我就会彻底的离开你 我不纠缠你 不纠缠孩子 我也不会给你们打一个电话 这时候呢 这时候呢 小刚就说 紫薇啊 所有的选择 都是你的选择 所有的选项 都是你做出来的 我只是照着签字 你如果想要孩子 你如果想要钱 那你就到法院去告我 你要赢了 所有的钱你拿走都可以 但是你要输了的话呢 咱们就没有什么话可说了 那因为紫薇知道 她离婚的时候 是和小刚啊 签了这样子的协议 所以呢 她也没有办法 到法院去取诉这个小刚 但是她呢 就在背后了 想出了一些鬼点子 一些坏主义 来收拾小刚 而这些鬼点子和坏主义啊 一直到了最后 小刚才知道 这是一个陷阱 但是呢 这个陷阱啊 是一个甜蜜的陷阱 事情是这样子发生的 有一个周末的时候呢 小刚正在家里面 给孩子们做饭 突然呢 就有人敲门 小刚啊 就去开开门 结果呢 是一个长得非常漂亮 皮肤非常细腻 而且声音非常好听的 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呢 就问他 You speak Chinese? 然后呢 小刚就说 是的 我是中国人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这个女人呢 就用非常好听的话 和小刚说 哎呀 大哥 你看非常不好意思 我呢 今天早上 路过你家门口啊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刚刚到你家门口这里的时候呢 我的车啊 就熄火了 这辆破车啊 开的时间呢 有点长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经常熄火 那平时熄火的话呢 我都能打起来 可是这一次熄火的话呢 我就再也打不起来了 我看看你们家门口 停的是日本车 我觉得一般停日本车的人呢 就是亚洲人 或者说是中国人 所以呢 我就想碰一下运气 看一下是不是中国人 真的是太高兴了 你是中国人 我想问一下你 能不能帮我看一下 我的车是发动机不好了 还是这个电池干了什么的 我为什么打不起火来了 那小刚说 因为他自己呢 就是那种 见不得女人 有难不邦的那种男人 而且他觉得修车呢 也是他的强项 于是他就说 你先回到你的车上去 我到我的车库里面 拿一下我的工具 然后我过来帮你看一下 到底怎么回事 于是小刚呢 就到车库里面 拿起他那个修车包 因为里面呢 还有一根那个 电压的连接线 他就来到 这个你的车面前 然后呢 这个你的 已经坐在车上了 他就打开这个女人的车的隐形盖 看了一下 检查了一下发动机 没有问题 然后呢 再检查一下他的电池 他的电池也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呢 小刚发现他的乙瓜水 有点干了 小刚还很主动的帮他加了一点点乙瓜水 然后呢 他就绕过来跟这个你的说 我检查你的车 检查了半天 好像我也没有发现有什么不正常的呀 要不你出来 我跟你启动一下 我看看到底这个声音是什么声音 然后呢 我才能感觉这个车有什么问题 于是呢 这个你的就下车了 把钥匙递给他 小刚呢 就进他的车去 一打火 结果这个车呢 就启动了 然后他就跟这个你的说 哎 你这个车没有问题啊 已经启动了 这个领的呢 就跟他说 哎呀 大哥 谢谢你 谢谢你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这辆车呢 时间有点久了 有时候呢 他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你看我们这些女人啊 就特别傻 每次车熄火的时候呢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可能在这里停了一会儿之后呢 他自己就好了 小刚看看这个你的呢 长得非常的白净 非常的清纯 而且呢 皮肤也非常的好 而且呢 还有点像这个小刚 心里面想要的 那种女人的感觉 于是呢 小刚就说 你也是住在这个城市的吗 然后这个你的说 是啊 我就住在这个城市的 啊 忘记给你介绍了 我的名字呢 叫蓝蓝 我离这里呢 不远就是20多分钟的时间 今天早上呢 我正好来这里办事啊 谁知道这个车呢 会熄火 很高兴认识你啊 你住在这里 住了很久了吗 怎么我都不知道 这个附近还有中国人的呢 聊了几句帖之后呢 小刚就聊得挺开心的 他就很大胆 很冒犯的问蓝蓝 他说蓝蓝 你住这个城市 你是单身 还是有家庭的呀 蓝蓝笑笑蓝蓝蓝说 我呢 之前呢 确实是有过一段婚姻的 可是我们之间呢 不合 我们呢 也没有孩子 所以呢 就很友好的分开了 我现在呢 因为工作也特别的忙嘛 也没有时间谈什么恋爱 而且呢 你知道在这种地方啊 在美国这种 地大人系的地方啊 想找个适合的男朋友 也不容易 小刚听说 这个蓝蓝呢 还是单身 所以呢 他也就很大胆的说 如果你不建议的话 能不能留下你的一个电话号码 或者说 咱们加个微信 以后如果很无聊 或者说 没有事的话呢 咱们可以约着吃个饭 喝个咖啡 什么的 那蓝蓝呢 也特别高兴 于是呢 他们就相互留了电话号码 留完电话号码 加完微信之后呢 他们还非常开心的 就站在车面前 聊了大概一个多小时的天 后来呢 他们就慢慢的 变成了好朋友 之后的一段时间呢 蓝蓝就变成了 小刚的女朋友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那个小刚的故事呢 很长 其实我的话呢 对小刚的故事还是挺有感觉的 我呢 一直就是想一口气给他全部讲完 可是呢 他的故事确实是太长了 也为了不占有大家宝贵的时间 那今天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然后如果你想知道故事的结局的话 继续关注我的频道 然后呢 我们下次再来分享小刚的故事 前期被秘密计划 勒了脖子的第二集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吧 朋友们 祝你拥有世界上最美好的一切 而且呢 每天都有快乐的好心情 那咱们就下次再见吧 拜拜 拜拜 拜拜